欢迎收看本期的游戏布置 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 我们身处的宇宙 有可能是某个高等生物手中 随意把玩的弹注 我时常会想 是否真的会有这样的高等生命存在 在他们眼里 敌人种族又算什么呢 它是否一直在观察我们 甚至之后能把控我们 这种题材的作品 已经不再是少数了 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 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款游戏 反而是我们扮演高等文蜜 在暗中观察宇宙中 其他较为低等的文明 见证它们的迭起兴衰 这便是烛光系列 万事万我有的诞生 就注定有消耗的那一天 那么游戏的终点 究竟会是什么呢 在目前的科学界 有很多理论 烛光系列就基于其中一个假说 大失恋 在了解游戏之前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大失恋假说 大失恋假说 来源于宇宙暗能量假说 空间会在暗能量的驱使下 不断膨胀 星球之间的引力会越来越弱 随着时间的流逝 星球间的距离会不断拉大 最终 我们的头领将一片黑暗 再看不到漫天的星辰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物体内部的引力 无法对抗膨胀 物质就会被瓦解 太阳 地球 我们的一切 都会被死成碎片 烛光系列的第一步 烛光起航 基于一款大失恋假说的 方舟里手机游戏 这个可能一些观众 之前在手机上玩过 游戏中我们所在的文明 是一个科技极度发达的 升级文明 已经可以造出 驱速航行飞船 但即使是如此强大的文明 依然踏不出大失恋的阴霾 作为一艘飞船 方舟的领航员 我们必须带领 六载的同胞 逃离大失恋的威胁 为了满足 长时间航行 所需要的能量 我们需要建造 包括星球的环 夺取星球的物资 以维持方舟的航行需求 但是这些星球 有的还保有文明 我们将做出抉择 是选择吞噬星球 消灭当地生物 获得足够航行到 下一个目的地的能量 还是选择 与这个文明携手共生 每一次大抉择 都将会导致 后续的结果不一样 当时这款手机游戏 做得还挺不错 不但有完整的剧情 建造应用的玩法 以及最后 还有多结局的选择 而今天 我们主要介绍了 便是该系列的第二部 登陆斯蒂姆的单机游戏 延续烛光旗航 其中一个结局 续写的故事 烛光星火 烛光星火 做一款科幻叙事的游戏 讲述了在很久之前 茫茫宇浙中 有一个文明 他们的科技水平 超乎了其他文明的想象 在其他文明眼中 宛若神明 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他们改变了宇宙的规律 制造了名为 大反冲的现象 所谓大反冲 就是大势力的反向过程 宇宙不再是相关膨胀 而是向内坍缩 等到所有的物质 都被压缩为一个圆点 他们将在微缩宇宙中 达成永生 但永生是他们的事 其他在宇宙中 较为低等的文明 会在不断坍缩内 遭遇灭顶之灾 为了应对这一切 一些高度发达的文明 共同组建了环宇联合 以此来对抗 这个制造了大反冲的 神级文明 但是 直呼这个文明的名字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有可能被他们察觉 进而被提前灭绝 为此还原联合 称起为他们 然而在对抗他们的时候 光靠还原联合的力量 并不足够 就这样 他们打造出了 定证者计划 这样计划的目的是 利用目前自身的科技 虽然战士还打不赢 那个神级的文明 但可以去宇宙中 寻找其他低等的文明 主动去观察 干涉 帮助他们 然后在他们发展起来后 告知其目的 从而团结宇宙中 更多的文明 最终合理对抗他们 而我们将扮演 众多定证者的意愿 被派往一个内地行星 起源星 起源星和我们真实的地球 有点类似 上面还存在诸多的国家 但国家之间 彼此还在竞争和发展 为此当前游戏的首要目标 就是以高等文明的身份 暗中潜入其中 通过操控当地人 间接控制势力 成为一名幕后主使人 让这些大乱领口的低等文明们 别一天天还在以国家的形式 互相内斗 先让全球达成政治统一 促使起源人 开启宇宙大航海时代 进入了在未来 重用我们对抗宇宙中心 幕后黑手的游离盟友 游戏的主要玩法分为了类 以了一次运营建造和发展 出来的起源星 就像刚到滚石城一样 我们动用了一些方式 拿下了很小的一块版图 游戏的核心目标 便是通过各种手段 来统一整个星球 游戏包含简单的视察玩法 我们可以在版图上 新建各种设施 以此来增加能源 科技 人口点数 这些资源将在游戏中 成为我们建造基础设施 研究科技 逐建军队的基石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些新型产业 比如VR 虚拟货币 民用外谷歌 有针对性的经营商业活动 以此来获得资源 游戏中统一政权的方式 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靠经济手段 掌控他国 因为起源星 许多国家 已经进入到企业承包阶段 大企业承担了很多政府职任 甚至有些国家 处于破产经营环境 这便是我们趁虚而入的机会 我们在已经能控制的区域中 不断发展经济 制造科技产品 迈向全球 然后利用赚来的资源 收购或者扶持一些 现有财政危机的证券 或者操纵一些选举 最终兵不血刃 将它们纳入版图 第二个是面对一些 较有稳定的国家 单纯利用经济手段 会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集结军队 实施军事打击 直接将其占领 我们作为高等文明的定政者 需要在暗中 执行这两种常规手段 尽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利用抠近碾压 不让这些低等文明 察觉我们的存在 对于战争方式 有可能自己会搞砸 如果军事上 你派兵攻打其他国家 结果打输了 进而自己的领地 被全部占领 那么游戏就失败了 但有意思的是 你始终只是在暗中观察 游戏失败后 不会像其他游戏 直接弹个框 告诉你失败了让你退出 而是继续让你看到 因为你的错误干涉 达至这个星球的文明 后续的结果 可能你挑起的战争 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整个星球造成了世界大战 甚至是毁灭世界的核战争 就这样 你在暗中看了这个星球 自相残渣 最终这个文明 想往殆尽 所以利用经济手段 需要较长的时间 缓慢积累 挑起战争强制战领 虽然简单粗暴 但会有失败的风险 游戏还有第三种文法 那便是 极乐迪斯科那样的 剧情选择和检定 因为这个星球上 小国家好控制 也好占领 但对一些超级大国 在经济上 想要动荣他们的政权 几乎不可能 没有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又很难打赢 虽然我们身为高等文明 有很多超越 企业文明的科技 与武器 但是我们名目张大地滥用 有可能被他们察觉 进而导致整个星球 放下彼此的成见 来联合对抗 作为外星人的我们 为此 想要掌控这些超级正确 拉拢和结盟才是上策 在游戏中 全球会出现一些热点事件 你可以根据当前 这些热点事件 来洞悉这个星球 发生了什么 这其中会包含几个主线剧情 例如其中一个热点事件 一个复原辽阔的大国 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研人员 能源工程师秦里 在另一个大国 被该国特工绑架 而我们就加入到这个事件中 先悄悄关注事态的发展 可以选择在必要时刻 束手相助 救下这名工程师 并将它送回主顾 在这一事件当中 有可能会涉及到 游戏的检定机制 根据我们在游戏过程中 积累的属性 来做出判断 属性则是根据我们 所安装的各种模块 来提升 判定成功与否 会影响后续的对话展开 展示不同的剧情 虽然一些判定 对追踪结局 不起决定性作用 但触发不同的剧情线索 会影响玩家 在后续某些关键角色上的选择 这些选择和检定 可能是我们直接无视代表 粗暴利用高科技 击杀大量起源人 然后将目标救出 也可以暂时隐藏自己的身份 利用手术刀士的行动 精准地救出目标 两种方式 可能会导致后续不同的情况 游戏中的选项 都会影响一个隐藏的干预子 干预子的高低 会引导玩家走向不同的结局 粗暴的营救虽然有效 但慢慢会因为过度干预 造成一些坏事情 精准行动虽然低调 但过程可能会比较坎坷 倘若事件鉴定成功 我们利用高科技及时出手 救下了这名科学家 并将它送回国 在后续的剧情中 加码了一个国际组织的身份 把救出的秦礼当筹码 进而让秦礼和他背后的大国 了解我们的意图 有机会也能达成合作 如果这个大国认同我们的行为 那么可能不需要具有的经济干预 也不需要挑起产力的战争 这个国家就很自然地 哄我们成为了盟友 还有一些逐线剧情的国家 本身就在内战 我们可以选择帮助他们 打赢战争 但之后 代价就是整个国家 被我们一起控制 游戏中有一个很爽的点在于 当有一些不自量力的敌对势力 来挑战我们的政权时 游戏给我们展示了 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 面对敌人 直高气望的航母战斗群 无方兵力明显不足 但是我们却很容傲天地说了一句 给他们准备打捞船 为他们送仗 与此同时 几颗默黑色流线性的物体 飞速降入水下 深海地坚已经准备就绪 上一秒 敌人还在对我们的军兵 无情地嘲笑 下一秒 当他们从声纳中 发现高速接近的信号时 一切都为时已晚 从驱逐舰到水下核潜艇 战斗群轻刻间被摧毁 只剩下一艘孤零零的航母 仿佛无情地嘲笑 这便是来自高等文明的武器 合成体战舰 一箭在电磁轨道炮的威力 看着手下的人对自己鼎鼎膜 很有爽闻主角的味道 但这种高等文明的傲慢干涉 也会有一些影响 在游戏中 我要能感受到 虽然弹子一挥 这些低等文明就可能灰飞烟灭 然而一些普通民众 也可能因为我们的举动 进而改变他们的人生 起源心上 国家与国家之间 高等与低等文明之间 所发生的事情 同时又充满了一种 东方式科幻的味道 在游戏后期 当我们的规划大体完成 根据干预度 还会触发三个不同的结局 游戏除外多结局 还有不同的失败结局 失败结局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在任务失败后 会由一名新的AI辅助灌出来 帮我们收拾残局 随着定征的进度 失败后的画面也有所不同 如刚所说的 可能是核战争毁灭星球 或者我们直接启动 视线偏移 从而开启新的世界线 也有投放黑洞 终结整个起源心 还有通过新环 收购掉整个起源心 游戏的世界观 因为在前作首尾的基础上 已经构建得很完善 而这次单机游戏 将会更加宏大 游戏整体剧情 一张意识展现 目前游戏上线 讲述起源性的剧情 比较完整 流程大概在8到10个小时左右 单一只能算 游戏全部剧情的第一章 后面还会推出 其他带定证文明的DLC 挨着再去别的星球 参与定证 直到联合起来 最终面对他们 阻止 坍缩之日的到来 挽救整个宇宙 如果大家对 科幻叙事游戏感兴趣 想看看高等文明 是如何掩压云运众生 奇缘星上的个体 面对这张 笼罩整个星球的大网 该何去何从 那么不妨亲自体验一下 烛光星火 作为定证者 我们究竟将引领 奇缘星人民 走向怎样的结局 在我们来 奇缘星后 空间站 苏醒了一个AI 它的名字叫 浮小 它将一路帮助我们 每当我们做出抉择 浮小都会执行我们 所下达的命令 通过对于网络的监控 我们确定了 奇缘星上 需要我们进行 定证的地方 这些抉择 将会打下 我们在奇缘星的 基本盘 以此作为跳板 我们将一步步实现 定证计划 而之前对秦李 和他的祖国 泛杨合作的示好 便是我们的第一步棋 看着秦李承诺 回国后会努力促进 泛杨和定证者的合作 第一步棋 科技算是完成了 而我们作为开启者 也是加速者 将要面对 这波涛汹涌的 奇缘星 我们也意识到 单纯在学术界 积累资源 没办法 在这大浪潮中 继续定证 奇缘星的道路 我们必须拥有 一个自己的势力 来引领奇缘星 弗晓为我们分析出 加利康尔群岛 自古一代 便是混乱度 最高的地方 作为奇缘星的 几大军工复合体的 誓言场 这里不允许统一 也不能有和平 同时没有任何本土势力 能打破军工复合体 之间的平衡 但是 我们可以 这边群岛 作为定证者势力的起点 来辅证我们的影响力 通过超级计算机 终数的挑选 我们去认为 当地一名飞行员 西蒙 就是我们家的代理人 我们暗中与他交涉 并协助西蒙的军队 夺取了群岛的政权 成功压制了 当地人的军队 自此 属于定证者的势力诞生了 我们在这个陌生的星球 控制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将会履行我们的意志 打下属于定证者的地基 第二步棋 军事 落子 但是 光一个国家还是不够的 这个国家没有先进的技术和实验室 也没有足够的人才 如果突然出现先进的技术 这个国家毫无疑问 将从一只瀑布通通的蚂蚁 突然变大 变得引人注目 届时所有的国家都会关注我们 因此 我们需要一个高科技企业 作为定证者的第三个势力 让高科技正常地出现在群岛 斯尔默 作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他的研究脑控外国的技术 已经开始进行测试了 福晓而明明地从网上 捕捉到这个信息 中书建议我们 控制斯尔默的团队 帮助他们成长起来 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 来为我们的势力 提供必要的科技帮助 当我们和斯尔默说明难以 并为他轻易地解答了一个 困扰起源了科技学的难题后 斯尔默从一开始的不信任 转变我的崇拜 为了能更好地达成合作 我们成功稳定了 斯尔默所在国家的局势 并借示一举掌控了 这个国家的政权 使得斯尔默 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从而让他名声大涨 进而让更多的科研工作者 被这样的科研环境吸引过来 使得企业发展壮大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科技企业 我们知道第三步棋 资本达成了 自此 军事 科技 资本都已经纳入我们之手 在各种资源的加持下 情理最新的科研成果终于完成 这是磁约塑形的可控核聚变技术 看来翻阅合作的核聚变技术 已经处于临门一角 但是显然它们陷入了瓶颈 到了抉择的时刻 我们的选择会给起源星带来兴衰存活 选择定准 我们将直接给科研人员 带来磁约塑形可控核聚变的蓝图 这会让它们快速突破瓶颈 直接将起源文明带入新能源时代 还可以选择向往 我们将会主动放弃干涉 期待起源文明 自主地突破技术瓶颈 主动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大门 但是这个等待可能是永久 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突破关键技术 从而开启革命 放眼整个宇宙 没有突破关键技术的文明 反而才是大多数 夫小的话语让我们陷入了城市 是选择定阵 帮助它们主动突破技术壁垒 还是选择向往 期盼起源文明自主突破 推开新时代的大门 整个起源文明都在等待我们的角逐 时间一点点流逝 我们在两种角逐中思考 最终我们选择相信情理 选择相信泛杨合作 选择相信起源文明 它们只需要的是引导 而不是拔秒助长 伴随时间的流逝 我们看着泛杨的聚变堆 成功研发并稳定的输出能源 我们知道起源仍成功了 对于一个这么年轻的文明来说 他们所达到的高度 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时过境迁 看似我们在游戏中 才过了几个小时 但对于起源心来说 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 是时候 那作为定证者代理人的三人 见面了 新环科技的首席技术官 斯尔默 和异国大统领西蒙 还有作为泛杨合作的 常任理事 秦丽 他们三人 都在各自的势力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达到决定起源心命运的时刻 在三人的会谈中 我们仔细倾听 他们各自的诉求 各自的愿景 我们接下来的一言一行 都将影响起源心 今天的会谈 毋庸置疑 将会成为历史上 浓墨仲裁的异比 大绝则来了 我们的选择将打致起源心 走向三条不同的世界线 如果选择定阵路线 我们将会按照西蒙和斯尔默的构想 和其他地区的强国展开战争 同时根据我们前面 各种选择所激励的干预制 判定是否触发核战争 如果触发了核战 德云我们提前在群岛上 建立了核意志体系 西蒙所领导的国家 成为了唯一没有被核战争荼毒的地方 核战后 起源心人口实不存异 核辐社所带来的污染 导致起源人 已经无法在地表生存 为了统合资源和人口 也是为了建立新的家园 我们决定开启天体工程 通过移民 让人民都居住在新环之上 虽然起源人保守战争的摧残 但是在西蒙的领导 还用我们的指引下 人们逐渐接受限时 重返充满危险的地表 携手建造出来的太空电梯 完成了天体工程的第一步 起源文明展现出惊人的潜力 拉开了属于起源人 太空大航海时代 但是星空深处的威胁 仍然笼罩着整个起源心 在此小行星撞击中 西蒙率领120名航天员 以一种几乎刺杀的方式 利用飞船撞击小行星 使其片里原本的轨道 挽救了起源文明的火种 120名航天员尽数上民 可以说起源文明 是靠前人无数的牺牲 才走到了今天的地步 而作为定征者的我们 只是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 提供了一些捷径 不过好在西蒙有成为新知子的潜力 所谓新知子 是一个文明中 引力社会走向繁荣之人 定征者的上级 还与联合 定主要不惜一些代价 保护每个文明的新知子 而西蒙正是此人 为此我们其实早就为西蒙 准备好了防护措施 并将他从飞船的残骸中回收 而这只是一条世界线 如果当时没有触发核战争 地表还可以生存 但起源文明的发展 似乎走到了一个瓶颈 斯尔默为了推动起源人 迈出崭新的一步 选择了构建新环这一举措 所有新环的建成 起源文明终于打破了传统的自古 像数千年前的 重度航海时代一样 这一次 他们要在云层之上 改写文明的命运 在可预见的未来 起源文明将会茁壮成长 最终拥有一颗可供的恒心 空心计划 将是起源人心的真诚 而斯尔默也被中枢 判定为新知子 若我们选择起点降临 这条世界线 秦迪首先会发布一篇 有关起源社会 某种先天性缺陷的论文 很快在他的领导下 各地开展了学术共享运动 同时斯尔默 并够了几家 最具影响力的传媒机构 宣扬建立新火共识 西蒙泽卡拉大统领的影响力 与几个国家 谈成了四片联合开发区 逐渐的 整个起源文明各国政府 由意识地开始联合在一起 在我们的幕后推动下 开启了新环计划 建立一个环绕起源新的环 以及基于新环建立的环球加速器 这一举措意味着起源文明 开始迈向太空文明了 无数的人才 技术 赐源 开始汇聚于此 起源文明迎来的科技大暴涨 演讲中 请你向世界宣布 属于全体起源人的时代 到来了 它叫做兴起共联 而起源的旧事理 也足以加入兴起共联的麾像 看着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这里欣欣向荣 充满生机 我们知道 起源文明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 它们自己就能完成一切 它们自己就是希望 在兴起共联的引领下 起源文明正式步入 下一个技术时代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技术 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时间 起源心上的航天飞船 数不胜数 起源文明 正是踏上了对浩瀚宇宙的征途 而作为定征者的我们 只不过在这个星球上 撒下了一点火种 而起源人通过自身的努力 成长起来 最终点点星火 随风奋起 点了那象征文明的火炬 照亮了深空的黑暗 秦里最终被中枢 确定为起源星的星之子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在起源星的任务已经结束 然而起源文明 也只是浩瀚新海中的一缕微波 还有无数的文明 等待着我们的定征 但当这些微波聚成海浪 势必会给这个宇宙 带来新的震撼 这便是定征者的使命 组合情活中 我们虽然扮演着定征者 这样的高等文明 但仍然会被 流浪在起源人学中的团结 兼认 自我牺牲等 高尚的品质所打动 同时也让我们直观地体会到 一个高等文明 没得低等文明史所占据的优势 不仅让我联想到了三体 看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锁死了人类的科技 一个朴实乌滑的水滴 便摧毁了人类 两千兆战节 这样我们相信 宇宙中心 还有深不可持的文明存在 也许我们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别人手中的玻璃弹珠罢了 但也许 我们就是了双手 感谢收看本期的游戏布置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点赞 关注点小铃铛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